哈喽大家好,我是黑丧斯玩家俱乐部的波子 松下S5发布之后,我就一直对它非常感兴趣 但看它强大的参数和介绍 我就感觉它不像是一款入门的全画幅相机 更像是松下S1H的阉割版 看了现在的各种评测,我也产生了很多的问题 所以我就找朋友借来一台松下S5,体验了几天 因为体验的时间有点短 所以我主要是针对我自己关心的几个问题来做的上手测试 并没有那么的全面 主要是测试了视频方面的性能 好,那废话不多说,直接开稿 首先我最关心的问题就是自动对焦 松下在发布会上说S5的自动对焦增加了AI技术的辅助 说人话就是机器深度学习 帮助相机实现人脸、人眼、头部、身体 还有一些动物的快速识别和对焦 但是它依然还是DFD反差对焦 大家现在看到的就是S5和GH5的对焦对比测试 大家自己看一下吧 我不知道我的设置是否都正确啊 实话实说,我感觉在这段测试中 当人背对着相机的时候 S5的对焦表现会比GH5好一些 在这段走动跟拍的测试中 S5的对焦也比GH5老很多 但在其他场景下好像二轴的区别并没有很大 但后来我在拍摄其他画面的时候 S5的对焦还是不错的 基本可用 不管人物有没有正对着镜头 相机基本上都能保持锁定人物 但前提是拍摄对象的移动速度不能太快 当然,它本质上还是反差对焦 从原理上讲 对焦速度肯定比不过使用相位对焦的相机 即使跟我的佳能N6M2做比较 也是比不过 但是我们可以看出 松下已经在发力去提升自己的对焦能力了 我也看到很多使用松下的大佬说 他们平时使用S5的自动对焦也是够用的 当然,如果你不放心对焦问题 我建议大家最好还是去松下线下电亲自体验一下 只有自己体验了才知道是否能够满足自己 GH5的机身防抖大家都见识过 非常的稳 那全画幅的松下S5传感器面积变大了 机身防抖还能保持很稳吗 我用S5和GH5还有我的N6M2分别在同样的一段上坡的草地上 做了一组纯手持跟拍测试 大家来看一下 我也做了在平整的路面上手持往前走的测试 还有一边走动一边手持自拍Vlog的测试 就我个人的观点 S5的机身防抖还是很稳的 如果是小幅度的手持运镜或者是拍摄随意一些的Vlog的话 基本都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但是假如你是比较严肃的创作的话 大范围的走动跟拍还是要上稳定器的 松下S5最高支持全画幅下4K30帧10bit422的视频录制 以及APS-C画幅下4K60帧10bit420的视频录制 大家现在看到的就是4K30帧10bit的蜘蛛画面 是搭配20-60这颗套头拍摄的 我对它的画质是非常满意的 画面非常细腻 锐度很高 就人眼看到这种清晰度很高的画面是很爽的 你们这期视频里面看到的画面 基本上都是松下S54K30帧拍摄的 切换到4K60帧之后画面会有1.5倍的裁切 20毫米的超广角会变成30毫米 我觉得这样的焦段可以用来手持拍摄一些产品的特写 这样我们可以在后期的时候把4K60帧再放慢50% 这样的运镜就稳定很多 比起我那只有4K30帧的N6M2来说爽多了 总的来说松下S5能够内录最高4K60帧的10bit420视频 在1万多的全画幅市场上是非常能打的 松下S5这次配备了14档动态范围的Vlog 我用过之后真的是太喜欢了 Vlog记录的画面在还原成RAC709之后 从阴影到高光的过度非常平滑舒服 能够保留更多的高光阴影细节 而且Vlog的动态范围真的很高 你可以把前期过度的天空在还原RAC709之后压力高光 再把天空的细节还原出来 因为Vlog在前期的时候就已经把天空中的细节都记录下来了 Vlog后期处理起来也非常简单 这里Final Cut Pro举例 只需要选中片段 在设置中套上Final Cut Pro自带的松下Vlog官方LUT就可以了 然后再根据这些需要调整一下高光和阴影 比如说在这个逆光的素材里 我想要拍摄对象再亮一些 那就在曲线工具中吸取对象 然后提升这部分的曝光就可以了 没错 14档的动态范围就是这么爽 而且S5记录的10比特画面 在后期二级调色的时候真的很舒服 你可以比以往更随意的拖动摄像保和度曲线 即使你拖动的比较大 画面也不会出现色彩断层 如果是我的佳能A6 Mark II的话 8比特的画面稍微调多了就很容易断层 如果你们想自己动手玩一下S5拍摄的Vlog原片的话 可以在评论区里面留言 我可以分享给你们 之前在看影视飓风的松下SEH评测的时候 我就被SEH的高感给震撼到了 这次S5同样也配备了强大的双原声ISO S5的双原声ISO是640和4000 这里我还是跟朋友的GH5还有我的佳能A6 Mark II做对比测试 虽然这样比有点欺负人 但是第一次用双原声ISO的相机 我还是想看一下我手上的佳能高感是有多差 从对比可以看出 S5即使ISO飙到了12800 噪点也不会很多 即使是25600也是可以接受的 GH5和佳能A6 Mark II 基本上超过4000之后 画面的噪点就会很明显了 再往上飙的话就不可用了 所以说S5的夜间高感表现真的是很棒 晚上拍摄你可以随意的标ISO 即使你用的是一颗光圈不大的套头 也能拍到相对干净的画面 这一点我非常喜欢 在S5的发布会上 我一听说S5这支配备的套头是20-60 我就非常惊喜啊 因为在一般的情况下 相机厂商给你配置的套头 最广端也只有等效24毫米 如果你用24毫米这个焦段来自拍Vlog的话 那肯定是不够广的 但是松下给你的却是20毫米 20毫米的焦段 再配上不会带来画面裁切的机身防抖 用来手持自拍 我觉得很不错 因为我的佳能A6 Mark II 11-22毫米的镜头 在开启电子防抖之后 裁切剩下的画面基本上也和等效20毫米差不多 所以说20毫米这一点对拍Vlog的用户来说非常友好 那这个套头的画质大家也看到了 我用S5拍摄的所有画面都是用这个套头拍摄的 我觉得它的画质在套头里面也很能打很香 你们觉得呢? 虽然这个套头最大只有F3.5和60端最大的F5.6的光圈 但是毕竟全画幅的传感器更大了 所以还是能产生一些虚化的 总的来说20-60这个焦段的套头 适用的场景很广 松下真的是很良心啊 S5这次虽然性能上和SEH一样强悍啊 但是体积上却小了很多 基本上和GH5差不多的体积 相机手柄也很大 握持手感很好 为止也能放在手柄上 机身的金属做工也很好 看起来就知道是个妥妥的干活用的机器 但是机身加上电池内存卡套头的重量也去到了1000多克 也就是两斤的重量拿在手上啊 习惯了用佳能M6 II的我就会觉得好重 拿久了会觉得很累 但是在有这样性能的相机中 其实也算是比较轻的了 另外松下的人机交互体验依然很棒 分辨率和色彩都很好的翻转屏 全触摸了菜单 分布合理的用户界面设计 三个波轮一个波杆 各种多功能的按键 上手操作没有特别大的障碍 这些都是松下的传统异能啊 S5配备了一颗2200mAh的电池 我们上周在东莞从下午三点多 断断续续的拍到五点多 拍摄的都是最低4K30帧的视频 两个小时掉了两个电 续航很不错 电池很耐用 后来我用官方自带的充电头和Type-C线给它充电 从一格电充到满电用了四到五个小时 这个充电速度我觉得就有点慢了 可能也跟我用的是直冲有关 可能用官方自带的坐冲会快很多 我们那天在35度的太阳底下拍摄 也没有遇到过机器提示过热的情况 松下在散热方面做的还是不错的 那最后来总结一下 这是我第一次用全画幅的相机 也是第一次用性能如此强悍的相机 我感觉全画幅拍出来的画面质感确实不一样 最高4K60帧 双原声ISO 双效机身防抖 最高10bit 422的摄声 还有14档动态范围的Vlog加持 虽然说S5是入门的全画幅相机 但是我觉得它一点都不入门 这样的性能首发价不到15000的价格 我觉得很香 你问我想不想买 我真的很想买 它很适合对画质动态范围色彩要求很高的创作者 关于升级后的反差对焦能否满足拍摄需要 我会建议大家亲自到线下店去试一下 只有自己适合才知道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了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的话 记得点个关注哦 就别忘了点赞和投币 这会对我有很大的帮助 我是波子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